大家好,這是Quick Build 其實蠻大的,比例大概1.48了我覺得 來,組好的Quick Build呢,可以重複組裝 這貼子我沒貼,下次我就會貼上去 學生剛組完的,我把它拆開 它為什麼能夠重複組裝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整個都拆光 拆了才是要小心啊 因為不正當的拆法,還是把它拆爛掉 PUL這台其實是,象徵度還蠻高的 機身蠻結實的,跟飛機模型 拆開 你可以看它的顏色,免塗色免膠水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貼服他們的設計 這個顏色就是塑膠原的顏色 凹陷,凸陷都有 拆的時候,像拆鋼彈嗎 稍微動一下,它就鬆了,鬆就掉下來 如果叫小朋友拆,可能要小心 因為小朋友,他不會 也不會分辨那個力道 啪,可能就斷了 你要跟它講,要弄鬆,再來拆 好,這裡就是好幾個零件 整個裝起來 套件裡面是實心的 它用不同的積木才裝起來 螺旋槳會動,裡面還有機關 好,這樣 這樣子拆 做成照 一樣 小心的把它拆下來 因為拆開之後 下一位小朋友 又可以玩了 這個也一樣,浮油箱 它有時候會做一點點那個洞 它是因為要讓你安全能夠拆 像這可能我就不拆了 我連指甲都塞不進去 好,這就是Quick Build的積木 拆開一個,你看就像這樣 這個機身甚至還可以再對拆 真的是要小心 指甲進去它就撐就開了 其實蠻結實的 真的蠻結實的 這是一個四年級的女生 裝起來的 是啊 我男生到現在還沒有一次裝完的 女生還是比較細 好 甚至於這個我都要拆掉 哇 年間其實還不少 對一個三年級四年級 甚至於我教六年級的小朋友來裝 也沒辦法一次裝完 說明書也不見得他看得懂 這是Quick Build的拆解 那下一段視頻呢 會這一台 怎麼組裝 這是BF-1-09 P-51的拆解 謝謝大家 這回答對